现在这个欧美国家比较流行这个群体防疫 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他们坚持是对老百姓不负责任 对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可以说是设置的行为 其实中国为他们藏了很多的经验 中国为我们这样做 因为他们赢得了两个多月时间 他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很强 感染力很强 而且也确实有一部分人 要病人重症为重症为早生死亡 所以这个今天教训 对他们来讲 应该好好地把中国的这一套学过去 所以他们应该对老百姓负责任 坚决地把感染者检测 发现 隔离和治疗 我认为在山域中心 今天是五号了吧 16号 16号了吗 到20号的中心隔两天 我们应该武汉的基本上心发感染的可以清理 清理以后呢 如果再观察这个两个星期吧 如果还是没有心发感染者啊 这个我想武汉的封城的问题来解决掉 这个恢复增长的工作和生产生活 当然还有两大问题 我认为不能放松 社区的防控要非常地小心 绝对不能放松 第二个呢 每个医院的发尼门诊 一定要更加规范地开展 所有发尼的病人都必须到发尼门诊 发尼门诊都必须进行流感 包括新冠病毒的检测